好 亲爱的朋友 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然后再继续来跟徐老师来分享 很多音乐背后的故事 演奏家 关于演奏家 关于乐器 种种的我们都可以来聊 那么徐老师 这一段要跟我们分享 这位演奏家Kaiser 他的什么样的好作品呢 还是有关他的故事 要告诉我们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Kaiser教授 他Kaiser教授 他其实是毕业于德国海德堡 海德堡曼海姆音乐学院 然后其实他当时候是学的是音乐教育 后来他又到麦子 他现在也是这个大学的 管风琴即兴的教授 他就到这个地方 去攻读天主教的教会音乐 然后继续获得管风琴的演奏文凭 然后他目前 他任职在德国中部 一个非常重要的天主教城市 叫做富尔达 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常常觉得台湾 台湾人真的是包容性很大的 比如说旁边一间庙宇 隔五部是一间教会 可是我们在欧洲看到的 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同样是基督宗教 天主教跟基督教 他们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欧洲的 政治上的问题 其实是来自于宗教上的问题 所以北德 刚才我们讲的J.S.Bach 他是北德的人 所以毋庸置疑 他一定是基督教 南德他一定是天主教 那富尔达他是在中部 所以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城市 中部的一个天主教的城市 那我还要解释一个名词 叫主教座堂 那这个主教座堂 顺便也是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比如说台湾的旅游团 带大家到欧洲去旅游 那很少会带大家去参观教堂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 那个文化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认识一个地方 最重要在欧洲 你要去看他的教堂 那一个城市 一定有他最重要的 主要的教堂 那在天主教 那个叫做主教座堂 因为就是主教所在的那个教堂 那开着教授呢 就是富尔达主教座堂的管风琴师 那有时候我在看他那个履历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像JS Buck 因为他因为在教会私情的这个职务 所以他不能常常出国 比如说我们9月18 是去年我跟他敲了一整年 他好不容易移出的这一段 所以他只有在9月十几号到20号 为止他有时间可以出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教会私情 常常要配合这个教会不同的节期 那比如说上半年 最重要就是复活节 下半年最重要就是圣诞节 然后这个庆祝呢 这个音乐会呢 不是只有一天 往往是一个礼拜 所以呢 对这个负责师管风琴 因为在欧洲 几乎每一间教堂 都有至少一个管风琴 所以对管风琴师来说 他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我想他不只是在演奏管风琴 他还规划 整个季节 对对没错 节庆的这些 那更重要是说 我上上礼拜跟他通email 他说他们现在这个教堂 福尔达正在庆祝建堂三百年 所以又 今年 对今年是建堂三百年 所以他是忙到简直是不得了的 所以他才会说他要9月 才有办法出来 短短的一点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堂 在欧洲的一个城市 他所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量 那当然在这个主教座堂的管风琴师 一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那我要介绍这个开的教授 他大概仔细的年龄 我不方便透露 不过他大概50出头 很年轻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其实从1989年 他就担任这个福尔达主教座堂的管风琴师 那我怎么会跟他认识呢 其实是去年 我们复旦音乐系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 那我透过我德国一位神学博士的推荐 那其实我在之前跟他完全不认识 那我是跟他通了email 他也很乐意来 虽然这个地方 台湾他从来没来过 然后呢 更碰巧的是 去年大家还记得311吗 日本大地震 可把欧洲人给吓死了 那因为我们的研讨会在4月底 所以他就说这个 这个日本大地震 台湾会不会怎么样 就他们来说 根本就亚洲就是同一个东西 我跟他讲说 别怕啦 你就是给他来 然后我们虽然没有见面 但是他就是很放心来 而且更巧的是 他来的那一天早上 因为他是早上 清晨6点多的飞机 我就去接他 居然他 因为我们也没见过他 但他一下飞机就很高兴 然后我弄一个牌子 开着教授 他就来跟我打招呼 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讲说 我在飞机上碰到认识的人 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巧 原来在飞机上 同时在那个时间点 台湾邀请了德国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雷根斯堡 雷根斯堡的儿童合唱团 到全台湾去巡回 那那个教堂的指挥 跟他是好朋友 所以他从此就对台湾印象非常的好 好像是说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了 所以他对台湾这个地方完全不熟悉 可是在飞机上 他认识了他的 就是等于说他们天主教界的好朋友 而且那个好朋友 他们是来这边巡回的 所以他就非常高兴 好喜悦哦 对 然后呢 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开着教授 他非常厉害的 一点就是他的急性 急性 对 那急性呢 其实这个东西哈 在巴洛克时期 对一个演奏家来说 那个是必备的本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巴洛克很多都是数字低音 所以对一个演奏家来说 他必须要看着这个数字低音 他就要有他自己的 怎么和弦 怎么进行 那这个管风琴呢 急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那去年呢 他因为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那在5月1号呢 我就带他到台北的 巴洛克教会 蒙家教会 好 那我们就请他急性的一段 那我给他出了一个题目 用台湾的 六月末例 你哼给他听的是 我们有写出来 写出来 他就按照这个旋律 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急性 那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呢 你现在上YouTube 你只要打开着 K-A-I-S-E-R 后面写巴洛克教会 蒙家教会 YouTube就马上跑出他来 好 那你看呢 这个凯特教授 他在谈的时候 表情非常的严肃 专心 但是我跟你讲 他人之随和 因为我在德国12年 哎哟 德国人大家都说 非常的理性 不苟言笑 很难开玩笑 但是这个凯特教授 完全不是 他很能开玩笑的 然后呢 他对台湾的美食 充满了好奇 所以呢 去年他来呢 我就带他去吃 东北的酸菜火锅 因为他看到一个火锅上面会冒烟 有烟葱 有烟葱 他就问我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我说 你不要急 因为那 那个时候我带他去参观101 他就在路上有看到 因为我们带他去吃那个 有点像那种什么 小米粥馅饼这样子 是没有叫那个 那个东北酸菜锅给他吃 他就很好奇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急 明天我带你去吃 然后他就说 他几乎什么东西他都敢吃 我说真的 好 那我就东北酸菜锅 就把所有很奇的东西都叫来 有一样东西 他挑战失败 那个叫做压斜 他大概只是 无法克服 对 其他东西他大概都可以 好 那就是去年 我们有非常好的情谊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其实国家音乐厅有管风琴 可是我们看看 我们一年内 在国家音乐厅 有几场音乐会是管风琴 其实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 对 五个手指大概 对 大概一两场 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兴趣 再到台湾来一次 然后在我们的国家音乐厅演出 他就说 只要能够申请到场地 他非常乐意来 所以就是促成了 这一次的一个机缘 所以我也非常谢谢 我觉得音乐可以做 非常好的国民外交 虽然他对台湾完全不熟悉 可是刚才我讲 他在飞机上 看到他的朋友 也来台湾演出 然后对台湾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尤其又来台湾 那我跟他讲说 台湾能够听到管风琴音乐会 那是少之又少 他也很乐意来 所以我这次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而且他是一个 真的是非常扎实的 管风琴演奏家 那怎么说呢 其实如果 各位听众 你有到过 欧洲的礼拜堂 有时候你可以听到 管风琴的演出 那管风琴的演出 刚才我讲过 冬天很冷 欧洲的礼拜堂 没有冷气 也没有暖气 已经没有空调 对所以你如果要听 来自天上的乐音 每一个人都是穿着 很大衣 然后坐在那边 缩成一团 然后听来自天上的乐音 因为在教堂里面 你看不到管风琴师在哪里 你只听得到声音 因为这是 你要直接去听声音 而不是去看这个人 对 而且它是跟那个建筑物 是结合的 结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整个音响 整个音响 对 那我还要再提到一点 就是说 德国的这种管风琴的 管风琴师的训练 其实跟法国是不太一样的 去年法国 巴黎圣母院的管风琴师 也来过台湾 那今年我们请到这个开着教 它真的是德国的这个传统 那怎么说呢 德国的传统 它的那个 当然吉星是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再来呢 德国的管风琴的作品 它是比较 声响是比较 丰厚的 就是跟法国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是来自于这个 我自己是觉得 德国人的个性 因为它很严谨 其实管风琴是一个 非常逻辑的乐器 那除了双手弹以外 它的脚也要踩 也要踩 所以对一个管风琴师来说 他要的那个音响 其实是他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 德国的文化熏陶之下 而且在他这么长期的 一个教会的任职 又在音乐学院教授 这个管风琴的即兴 这样几十年来的功力 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那我们在当天呢 他所排出的曲目 也是非常非常 我们可以说是 德国400年来 非常重要的曲目 从17世纪 Lubeck的曲目 到J.S.Bach 巴洛克 再到刚才我们讲的Link 这个是18世纪末 到19世纪初 然后再 等一下我们下节的节目 我们会 等一下会让各位听的 就是Max Rager 他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然后呢 最后他的结束 他是要谈李斯特 李斯特有一首 非常非常 我们可以说是一位 管风琴师的 一个经典的作品 他那个作品就是 Bach B-A-C-H 献给Bach的 一个管风琴的作品 来当成他9月18号的 一个重要的曲目 所以观众你来 我给你德国 400年的管风琴的分享 最精华 太棒了 那我们在这一段节目里面 有没有要拿一个曲子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 比较小的曲子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Rager 他所写的Tokata A小调 的一个Tokata的曲子 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Rager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德国另外一位 非常重要的管风琴演奏家 跟作曲家 他的作品 Tokata A小调 里面一定可以听到 非常多 很棒很棒的技巧 对 还有很美的音乐 那么我们这一段节目 就在这个音乐声中 先告一个段落 下星期的节目 我们会谈更多的 那时候就更接近 这个音乐会了 那么我们再来分享 这个凯瑟教授的 美好的音乐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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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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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